大家好,欢迎来到21世纪互联远程教育网 本节课将向大家介绍的实例是为一幅画面添加局部马赛克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本节课我们将用两种方法来实现这个效果 本节课的要点呢,就是第一种方法我们要利用选区和滤镜来实现这个效果 第二种方法呢,我们是利用涂层蒙版这种方式和滤镜来实现这种效果 下面我们就打开一幅画面来做这个效果 既然我们要对这幅画面的局部来做一个马赛克效果 那么我们首先想到的工具呢,就是巨型选区工具 因为用它我们来制作一个选区,然后再通过滤镜来制作这个效果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制作这个选区 点中巨型选区 在它的属性面板呢,我们要点中第二个,添加到选区这个按钮 这样它就可以几个选区在一起一起联选了 制作选区的时候呢,为了让它效果稍微明显一些 我们就出细不均的来制作这个选区 选区制作好之后呢,我们就通过滤镜来实现这个马赛克效果 点击滤镜下面的像树画中的马赛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对话框 调整好之后呢,按确定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选区中呢,它这些马赛克效果已经实现了 如果你还想对这些选区内的马赛克效果的色调进行调节 那么请先不要取消选区 接下来呢,我们就调整这些选区内的马赛克的色彩 选择图像菜单下调整中的色彩平衡 因为整幅画面呢,比较偏暖色 所以我们尽量的把这些选区内的颜色也调的偏暖一些 这样看起来画面更和谐一些 调整完之后,按确定 那么色彩调整完之后呢 如果没有其他要调节的 我们就取消选区 快捷键 Ctrl D 那么这幅画面中的马赛克效果呢 就已经制作好了 那么这幅画面中的马赛克效果呢